人生万变 起跌无常 风雨同路 与你同行 奢依 雷雨俊 恩雨同路日 大家好 又来到恩雨同路日 今天继续和你发掘身边不同的人的经历 又是我奢依和呂sir 呂sir 今天轮到我带了一个朋友 咦 你带了一个朋友来吗? 是呀 这个朋友从小到大都在我教会里带着我带 带着你带?不是吧? 他好像比你小 不是 大几年 开始不是真话 不是 因为我一入到这个教会 他就有热情笑容地欢迎我 一路一路跟着这个姐姐 是 后来甚至去到我们教会的报道队 Eternity 也跟她成为了队友 她就是Eternity的成员 林耳玲 耳玲姐 哈啰 耳玲姐 我真的叫不到 你的样子真的比我小 你是耳玲姐 可能真的比你小 其实我真的大奢依少少 就是 我也认为 那我应该叫做耳玲 耳玲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听我们的节目 都会听到有很多不同的经历 有些是死人倒楼 又生病之类 才会相信耶稣 但这次很不同 没有倒楼 没有了 Eternity的经历就是在平淡中 也会显到神的恩典一直带着她 那是怎样呢 我其实很小时都回教会 我算是在基督教家庭长大 在妈妈的肚子里拍摄 那是很小时 一直在教会大大大大 真正认识着缺智 我记得十多岁的时候 有一次在教会的团契里 有一个导师很印象深 他将自己的衣服倒入墨水 一片片片黑色 然后他说 耶稣可以将你们的心里 一些罪 一些不好的东西 用他的补血洗 然后他倒入水 真的干净了 他就问 你们是谁想相信耶稣 那一刻我认为耶稣 耶稣如此好为我的罪 全都洗掉 那一刻我正式举手认识神 有时也会想 有些朋友问我 为什么你不去到处认识其他宗教 为什么一信就信基督教 我就想 如果你知道你信的是真实的神 为什么你要继续认识其他 为什么你不可以去信教他 因为有时也会想 不如我出去打滚几年 有些经历 失戀 或者不开心 再回来信信 不就好像好些 有很多轰轰烈烈的见证 和人分享 但我又想 不是 既然我现在已经得到这么好的福气 那为什么我还要去到处找呢 为什么你觉得这么真实呢 因为生命里面真的经历过一些很真实的 好像呂sir你常说你是零分的sir 大家都只记得我零分 你忘记他是博士 但是后来也是博士 我没你这么厉害 我记得我读书的时候也不是太厉害 会考的时候我11分 哇 高材生 当然不是 哇 有不合格 现在在空气中爆了我的秘密 那一刻觉得好像这个世界就完蛋了 但是你问我 我真的没有什么兴趣 读书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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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选书的时候 是的 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很前途 不知怎样 然后我就说 神啊 你帮我吧 我真的知道自己没有用心读书 但我真的不想 那时只有十七岁 十八岁就出去工作 然后第二天 醒起原来自己报了一些工业学院 即现在的Ivy 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报了什么课 然后就收了 然后读书的时候 只是觉得好好好 有书读 有后路 有后路 对 读书的时候 发现双科 又觉得可以开朗一些 或者是没有那么死板 或者是在Ivy 读双科 是的 读完一年 又再读多两年 读一个文憑 然后发现自己 我妈妈都说 你好像开朗了 成绩好些 即是突然间 成绩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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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开放给一些TI的人 即是外面升上去 可以报名 即是不需要过方7都可以接上去 是的 然后我就去报 然后怎料有得in 当然我当时在全班 不知道头几名 也有努力 之后真的可以interview到 还要收藏 然后在我毕业的时候 是大学毕业 真的 我是第一届理工大学毕业生 哇 我觉得这个见证 那你真的很小时候讀书 哈哈 即是可以查询我多少岁 这个见证是让我看到 其实有时你会觉得 可能在你讀书里面 你觉得这样是不是就完 但原来神就开了一条路 去多了一年 但我终于有些中学同学 如果他们重复 你一年反而是大学毕业 不是 我终于多了三年的 即是现在的Ivy 三年再加三年的大学 其实也不是多很多 其实多了一年 如果有些同学是重复的 那就跟我一起毕业 但读Ivy那些 比读书科更舒服 因为兜了一个大圈 但就不用考一个最恐怖的 所以我觉得 原来神给我的路 可能是多了 但最后的结果 都是如此美好 所以我觉得 我自己不是很厉害 但神在我身上都有这个作为 当然我自己后来读书 也有努力 所以我觉得 这个见证在我心里 是很大的一个经历 即是你觉得 那时候可能有些人说 你怎知关上帝时 但你也是一直拖着上帝 是的 就一直走 每一步 譬如去到又来 又要不能读的时候 我神又如何 如果可以再读 我就好 如果真的要出来工作 我也觉得要做 怎知又真的知道 有条路 Polly开了 所以有一年 Polly副学士的团企 邀请我们Eternity 去大聚会 我就举手 我要分享 我就去跟师妹说 没有考问 是的 很大经历 可能你副学士 人家会觉得 也不是那么好 但可能 神会给你一个新的出路 或者一些你意想不到 我们说出人意外的平安 其实Elaine很谦 雖然说她自己成绩不太好 但现在的她 真是周身都将来 最强的是什么 她本身是弹琴的 是 接着唱歌也很好听 是 和音 又可以帮助关心人做和音 是 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侍奉 不如我们稍后回来 再讲一下她侍奉的路程 好 想抒发内心的屈结 和我们唱所欲言 请打生命热线 31064444 给我们 人生万变 起跌无上 风雨同路 与你同行 奢侈,雷雨俊,恩雨同路日 好吸引哦 刚才刚刚说到很多张刀 又唱歌,又主音,又和音,又弹琴 因为听到弹琴很精神 因为你正在学习 对,刚刚考完五级钢琴 可能我现在也是差不多 但是你从小到大都很喜欢音乐 小时候妈妈让我和姐姐学习 纯粹是一个兴趣 但我记得当时,我开始下学的时候 为什么老师只是骂我,不说姐姐呢 所以我就发脾气,说我不学 谁知道一年后发觉,家长越弹越聰明 于是我就说,妈妈,我也想学习 我一直学,考完八级 不过都是很多年前 所以现在已经退了很多步 那时候也是在教会里弹琴 就是去帮忙聚会里弹琴 我记得最初在教会里弹琴的时候 我的脚是不能碰到那种弹琴 因为很小 那时候我忘记了十岁 一直在教会里,又开始有服侍,又帮忙 其实你的服侍是否由弹琴开始 是的,最初是弹琴 然后有一些小朋友,我们叫少年师班 合唱团 就会在教会里弹琴唱歌 直至1992年,就开始加入Eternity Eternity是否一个转捩点 其实那时候,教会是有定期搞歌唱比赛 去选择一些人喜欢唱歌 其实我并不是唱得很好 不过当时的其中一个哥哥,Garry 选择了,不如你去参加Eternity 我只知道这群哥哥姐姐 经常去不同地方唱歌 我就觉得原来可以用唱歌 去跟别人讲耶稣 不一定要单对单 或者是牧师讲道 才会有人相信耶稣 原来用音乐也可以 我会觉得有时会害羞 怎会跟别人讲 你相信耶稣多好 原来可以透过诗歌 透过一些歌曲的歌词 去让别人感受到我们信仰那份真实 于是我就参加了这个事奉 一直到现在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 是不是? 二十一 他应该没有唱到二十多年 有,从1992到现在 也有 因为我们最长年之的队员 二十六七 二十八 1985年 你记得有些哥哥那些 那我就第二代了 现在有很多代了 现在应该有四五代 第五代 我就第四代入了 大概2006年的时候 到现在 Eternity就是一队基督教的乐队 是的 但是我们很特别的 因为我们基本上是 全部都是由同一间教会的弟兄姊妹组成的 跟外面一般的报道队不同 外面很多的报道队是 来自不同的教会的弟兄姊妹 有心去唱歌 集合了一对 所以我们的感情其实是好很多 你同一间教会吗? 你同一间教会 真的不知道 挺有趣的 因为很多人一般 可能现在用心旁边的朋友都觉得 诶 看到我教歌一听到就很满 可能 但是你们是会带着什么心去唱 我们带着一个开心去唱 开心 因为有时你开心去唱一首歌 别人就可以透过听你的歌的时候 去感受到你很开心 就会吸引到别人 为什么这首歌那么好听 为什么人们唱的时候会笑 歌词那么有意思 那么感动 因为只要是你自己被一首歌的感动 你再唱出来的时候 你才可以去感动其他人 而且我们现在唱的歌 就不再像以前的圣诗 是一些流行曲式的基督教歌曲 所以外面的未信的朋友 都很接受到这种形式 好像有鄭秀文 他现在唱那些 我们类似都是唱这些 所以你们就可以不单止在教会里面 可能就出到外面其他地方 去唱歌 是啊 主要去学校 或者去教会 甚至有一些大型的秀 在红馆 医馆 都会有 红馆都唱歌 我觉得圣诞节 是一个很密集的当劇 因为圣诞节 大家都知道 是纪念耶稣出世 所以很多不同的教会 群体都会搞一些圣诞活动 我记得有一年 圣诞节那天 我们要走三场 是啊 去完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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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力上会觉得累 但是 到我们看到那个活动的时候 我们唱完歌 有很多人很开心 或者他很愿意去接受这个信仰的时候 我们就会觉得很开心 很有满足感 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例子 你觉得很深刻的 在报道过程里面 很深刻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到一个地方 有一个朋友说 我已经回到这间教会了十多年 但我都未去决定去信耶稣 但今天听完你们唱歌 我觉得很有感动 所以我今天做了一个决定 你会觉得 我们其实都是在做一些 我们说是杀种 给你一些信息 究竟这个人 他最后何时信主信耶稣 我们都控制不了 掌握不了 但我们就用我们的歌声去唱出来 让别人亲自去接收去感动 譬如一直这样 现在都可以说 你主要的工作 就是去唱歌 就是去传福音 其实我自己 现在不是全职的 我是兼职的 因为其实我 要说一点我自己的工作 刚才也说 我读书方面的见证 其实我做事 我都觉得是很多安排的 我其实做过三间公司 四间公司 其实这四间公司 我都不是我自己写信出去 认证的 认证的 我都有写的 但这四间公司 都是别人叫我去 或者别人介绍我去 以及都是属于大公司 所以我就觉得 当我们去 圣经都有一句说 你如果先求 他的国 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必加给你的 当我去看到 我自己的生命的时候 我去为神去摆上很多的时候 我愿意用心去付出的时候 原来我各方面都会有很好的安排 你会看我的成绩 虽然都是大学毕业 但其实成绩都是普普通通 但在一些公司里面都是挺好的 直到我三年前 我就有一个决定 我就说 我很想可以趁年轻 再做多些事情 加上当时有两个小朋友 两个小朋友 是的 觉得时间很不够用 很想去做多些 配合到家庭 教会 所以我就祈祷我神 如果我可以找到一份 part time 的工作 我又可以兼顾到家庭 教会有些收入的时候 是否多好呢 但其实真的不容易找到 嗯 但是又很奇妙 然后真的有一个朋友 介绍了我现在这份工作 所以我就 就是part time 有少少时间 我又可以去教会 去学校去报导 又可以照顾自己的小朋友 又可以有收入 是很好 嗯 那我们回来再听一下 究竟Eling在做什么 禁号 好 我想去做什么 好 好 我 也好 今天 好 五十五 一 呢 一 找 这个 小朋友 我 有一家 某个很 我们来看 偏等地会议 原来世间 这已不良意思 无窟无尽 心机累真意 察觉到 神创造人的心意 真美善的旨意 寻求满火 终止累意思 探索远方 星光累真志 这答案 神爱充全 永不终止 Eternity Eternity 遥遥长途 回头仍然是空一招 新生不适 迈藏无穷 尽他仓造的心意 天都高 海多心插得透他美事 Higher than the sky 一朵花 激紧草不遂 说出他一生赞 生从主 偏等地会议 WOW 原来世间 这已不良意思 无窟无尽 心机累真意 察觉到 神创造人的心意 創造人的心意 真美善的旨意 尋求满火 终止累意思 探索远方 星光累真志 这答案 神爱将全 永不终止 Eternity Open your eyes so we can see Let's reach into this friendly sea With Jesus' game we sing victory And together we sing reternity 原来世间 这已不良意思 无窟无尽 心机累真意 察觉到 神创造人的心意 創造人的心意 真美善的旨意 尋求满火 终止累意思 探索远方 星光累真志 这答案 神爱将全 永不终止 Eternity Eternity 原来世间 这已不良意思 无窟无尽 心机累真意 察觉到 神创造人的心意 真美善的旨意 尋求满火 终止累意思 探索远方 星光累真志 这答案 神爱将全 永不终止 永不终止 Eternity теп声 全 永不终止 Eter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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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抒发内心的郁劫 与我们唱所欲言 请打生命热线31064444给我们 车宜 雷雨俊 恩语同路人 回到恩语同路人 刚刚义琳就说到 你都做过几间大公司 也很好 可能履历都不用写了 有人叫你 但你现在又转变到 我不做全职员了 我做兼职员了 一般人来说 你可能是高薪稳定的职业 但你不要做兼职员 其实最主要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生活各方面的平衡 因为你有时觉得工作 做了十多年 你会觉得我做事是为了什么呢 我人生的目标是为了什么呢 是不是为了住好点 吃好点 穿好点 还是生命的意义是有另一个方向呢 如果要你排人生的次序 你会如何排 其实我从小到大都是回教会信耶稣 如果你问我 我都会觉得信仰 关于信仰的东西我会排优先的 其次就是家庭和家人 其实事业都是 我不是说有些女强人那些的 所以我都是事业可能 但是你刚才一走进来的时候 很女强人的感觉 不是吧 我以为你在新城做其他节目 不是吧 财经节目 财经节目 可能今天知道来接受访问 可能收拾得比较好一点 但是你觉得 譬如你这样的排法 对其他听众方面 你可不可以跟他们说一下 有什么好处呢 好处呢 其实我自己知道我的人生意义目的是什么 我的目的就是希望用我的生命 去让别人知道 原来一个人他信了耶稣 他的生命是可以这样来生活的 可能他会愿意赚少点 玩少点 他愿意将他的时间奉献出来 可能去不同的地方 跟别人分享一些爱正面的人生的目的 对了 我觉得我的排序就是这样 Kerry 你呢 我也是 所以很多时候 都会放在工作会比较低一点 因为我始终觉得 就算你赚多少钱也好 如果你的人生不平衡 就会很混乱 还有很多时候我见到的 我身边的朋友很多就是 他拨命赚钱赚钱赚钱 赚到一个地步 他发现了他自己健康有问题 又或者他跟家人的关系很差 因为他经常都不理家 其实那些钱又可不可以 补偿得到这些一切呢 我觉得补偿不了 所以也很合适 我们现在夜难人症的时候 可能想一下人生的意义 但是现在好了 那你就做了个决定啦 那现在你的时间安排其实是怎样的 那我譬如我有七成时间上班 另外三成时间 那我就照顾一下小朋友 接他们放学 看看功课 有时候可能家里有需要 譬如好像今早我陪妈妈去复诊 可以安排到 有时候下午有学校要去分享 那我又会去 那都会排得挺充实的 但是有些人都会说 喂 你又有家庭 那你老公会不会很支持 那你两个小朋友都要来的 其实我也是一个很称职的老婆 和很称职的妈妈来的 我觉得有时候我可能会用一下 就是睡小点 或者我不去走那么多街 我就可能陪下老公 或者陪下两个小朋友 我记得有一次 就是在很忙碌的时候 我试过有一天 会试过连续两天 没有见过两个儿子 蛤 忙碌吗 因为可能刚巧 我晚上要去有聚会 我要去唱歌 回到家他们睡觉 第二天早上又要出去的时候 我真的试过 其实你想想 其实都很不开心 心里抱着 但是我回到家 会疼他们一口 就是他们睡觉 你会觉得很满足 我始终觉得 我有一些更重要的事情去做 不是等于我就会不理他们 到我翌日没那么忙的时候 我又会陪他们整天玩 还有他们很知道妈妈在做什么 有时候我去学校分享 去教会分享 如果我两个小朋友 不是忙的 我会带他们一起 他会知道妈妈在台上唱歌 我是传福音 让未信的人可以信耶稣 老公也是配合 譬如我出去做事的时候 他会在家里照顾小朋友 互相去配合 知道因为我现在这个时候 我在做这件事 刚才Terry就说 你是有小朋友做义工的 有的 有时候儿子会和我们一起去报道 他在下面就帮忙买CD 有时帮忙派单张、摄单张 挺好的 刚才你说是称职的妈妈 这样就可以了 因为一开始你还没说 我以为人家睡了 你识人一口 人家都不知道 原来你说你会陪她一天的 会的 称职的太太 怎样称职的太太呢 对老公我也很关心他 有时可能忙的 但我们有时日休息 老公份工都有时是 时间会弹性 或是不需要回死写字楼 有时会来和我吃午餐 可能補花 可能昨晚没有和我一起吃饭 见面 我觉得是一个沟通 他会知道我今天行程是什么 我做些什么 他会知道我要去这里分享 我今天要来访问 大家的共识各方面 而且我觉得Elaine她很厉害的地方 就是她自己的管理时间方面 管理得很好 因为很多时候看到她 除了我们的报道 其实已经很充实了 家里两个儿子 老公 甚至有时教会有一些行政工作 她也会帮忙 实际上很多东西集中在她的身上 而且现在 你也有帮忙做很多行政工作 也会 他直接是我们的总干事 还总干事 你又是总干事 又是好太太 又是好妈妈 这是我自己的层面 觉得好 可能相对都是合格 那你也要访问你老公才行 你这个机构做总干事 有没有什么困难 你觉得很难应付 因为始终我们 虽然你说Eternity成立了28年 但我们真正去做一个独立慈善机构 都是从2009年开始 所以在初一起步的时候 我们的资源各方面都有限 而且始终我们都只有两个人是全职的 其他我们都是本身有正职 所以都是主要资源上面 如何可以将事工 将机构推动得更多人的认识 好 我们下一次回来再听听一下 究竟推动之余 其实中间还有什么困难呢 好好好 想抒发内心的屈结 和我们唱所有言 请打生命热线31064444给我们 人生万变 起跌无常 风雨同路 与你同恒 车宜 雷雨俊 恩雨同路 人 好了 回到我们最后一节的恩雨同路人 今晚和我们同路人是Eling 这个是同路的吕强人 别这么说 很多很多角色 刚刚说到做Eternity的总干事 刚才你说资源很少 但人很多 其实是好与不好与中间有什么难处理的地方 其实这么多年的侍奉里面 人和人之间的磨合都是有的 特别是去搞机构 可能有些组员会觉得 我们一直有空一年去十两次不同的地方 去唱歌就足够了 为什么要搞这么大 因为你去注册成为一个慈善机构 你也要负责任 很多手组 手组 又要搞 又要受到政府的监管 拆财症上很多东西 就不是以前我们唯唯唯的自己 喜欢唱歌 我想这也是一个转裂点 是因为我们觉得 怎样可以将这个使命 用音乐去传福音 这个使命可以延续 因为始终我们都会老 虽然我们叫Eternity 唱到永恒 但我们始终也会老 所以我们从很多年前开始 我们有一个制作录CD专辑 希望当日我们老 好 还可以有一个音乐可以流传 人们还可以听到福音歌 还有在这个过程中 如何突破自己一队人 然后将这个异象发放给更多人 因为你能做机构 你就会要做一些宣传 让人们知道 还有我们希望除了影响基督教群体之外 我们如何将这个异象 将音乐带给非基督教群体 所以我们有一个新的异象 就是如何推动基督教文化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歌曲 可能他们的意义 也未必是那么好 那我们如何带出一些正面的意识 在歌词里面 其实爱是很重要的 基督教就是说爱 无私的爱 希望让人们可以有一个正面的人生 所以我们也希望将一些音乐 推动去主流文化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有首歌叫《回家》 我刚想说 这首歌在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就是如何走进一个主流文化 因为那时候也真的很Hit 电台全部都没了 还有我最有印象就是 在《勁哥金曲》那里 做一个挑战歌 你会在电视里听到 但愿让你知道 神是爱 你觉得很感动 虽然当然上不了榜 但可以在电视里面去见证 我觉得是很好 这首歌真的做了一个先锋 令到其他之后陆续有很多基督教的歌 即继续去 还有人们开始觉得 原来基督教的歌都很好听 是的 很好听 不是说一定很沉悶 是的 还有我们的机构也希望做到一个平台 可能有很多基督教的艺人歌手 其实他也有很好的生命 但他没有一个途径跟别人分享 所以我们这个机构也是一个平台 让很多人可能知道某某一个艺人 他相信主 我想联络他 可以来我们的教会和学校分享 其实我们就做一个平台 现在很多教会和学校知道 我要找一些基督教的艺人歌手 就会来我们的EMM去联络 即和你原本就有点不同了 是的 即原本你说现在很多代了 是的 第五代 即原本你们说全是一间教会 即现在就有点不同了 主要我们主要的主要是 原本现在有十个 但是我们的事工其中一个就是 联合多些不同的弟兄姊妹一起去服侍 所以譬如我们会搞很多的聚会 可能我们终于没有参与去唱歌 但我们会在背后统筹 可能会觉得我们会变成幕后 我们不应该是幕前吗 我觉得我们在调教上 我们在统筹上也会有一个协调 就是觉得我们现在做的方向 我们应该不是只看我们十个人 或者只是基督教的群体里面 我们是要去大一点 所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觉得当我们的眼光愿意去 那就试一下 去看大一点的时候 你会发觉又会多了很多的机会 多了很多的机会 有一些你没有想过 原来某某大的唱片公司 会跟我们去合作 去出一些的福音专辑 你是没有想过 即是你不踏出那一步 看多一点 又没有那些机会出来 是的 而且现在基本上 透过那个平台去搞的一些报道会 一年可能是几百场 以前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想像 一年内可以做到这么多 以前我们一个月去两次 一年二十几次 已经觉得很厉害了 所以我觉得那个平台 其实是可以令到更多的大英姊妹 一起参与是更加好的 所以这样是好的 我觉得可以集结到更多的力量 以及发挥到不同人的恩赐 是的 因为如果你只有十个八个 任你做其实都是很少人 但是你这样可能在管理 或者在合作上 其实就复杂了很多 即是你原本可能 很坦白说 一间公司就算你十个人 其实都可能很多人事问题 现在变成这样 有些什么深刻 你觉得很困难 但又可以最后靠着耶稣跨过 通常我们都是祈祷 有时去到一些很大的困难 或者解决不了 或者真的要邀请那个人来分享 但是他结果不行 那怎样呢 我们要到处找 试过我们好像找过一次 找了很多个单位都不行 最后突然间有一个很久的朋友 他突然间就联络回我们 说喂 聊聊天问一下 突然间就叮咚 你那天行不行 他那天就行 那就可以補上过去 还有另外一些 就是有时 Jason给我们有很多人制的网络 有时一些疏度 或者有些要解决的事情 就会变得容易一些 我觉得其实也要谦虚一些去学习 有时不懂 我们可能也不怕去问别人 因为始终我们不会认识那么多 还有我觉得大家都明白 大家的心是想服侍 想去将自己的生命去和人分享 其实很多事情都可以解决 所以我就会觉得 给很多人可能有不同的盼望 或者希望很多人都觉得 第一 基督教诗歌是不行的了 或者如果我做基督教音乐 会不会是很没有前途呢 但是我想你应该有不同的看法 是的 我们现在还将这些音乐 放上卡拉OK 某一个卡拉OK里面 你可以选择福音歌曲 里面就有很多很多的歌曲 所以大家有机会支持一下 因为那些歌曲的MV 都是用真人的经历去拍出来的 所以是很感动 每次听到都很想哭的 是 展望方面 你觉得将来这个机构 或者Eternity的将来会是怎样的呢 我们都是希望继续让音乐可以接触更多层面 嗯 那收音机旁边的朋友 现在这个时候就是深夜了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想起 自己的日常生活很混乱 好像很喜欢赚钱 好像又赚到赚钱 但是好像家里又搞不定 或者人際关系又搞不定 或者自己的心 其实是觉得很多的困扰 那今天Eternity 我想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我想是小小的榜样 就是说原来有些东西我们可以调价你的优先次序 可能放一些在你的亲人 在你的朋友 在你的信仰 可能你的人生会很不一样 更加风识 嗯 好 节目就到这里 拜拜 拜拜 好 节目就到这里 你 左右 点音机 Ha sing 你 や 天上为你属于主 我要每天每刻都赞颂你私生 你是恩典你手上献 你我满有信心 我要每天每刻都赞颂你私生 献出一生交于主你手中 献出一生交于主你手中 神你圣洁当得尊贵 内心欢呼拍掌 甘我传属你我的主 神你带领因点经过 内心感恩喝采 甘献上为你属于主 我要每天每刻都赞颂你私生 你是恩典你手上献 令我满有信心 我要每天每刻都赞颂你私生 献出一生交于主你手中 我要每天每刻都赞颂你私生 你是恩典你手上献 令我满有信心 我要每天每刻都赞颂你私生 我要每天每刻都赞颂你私生 你是恩典你手中 我要每天每刻都赞颂你私生 你是恩典你手上献 令我满有信心 我要每天每刻都赞颂你私生 献出一生交于主你手中 想抒发内心的屈杰 和我们唱所欲言 请打生命热线31064444给我们